《混音时间》 《暴风雨中的船》 《Le Navire dans la Tambette》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 亨利·卢梭·Henri·忽索 这幅画很像是画家人生的写照 如同在风雨中飘摇的船 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899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菊原美术馆 亨利·卢梭拿起画笔的时候 已经40多岁了 自学成才 大气晚成 生活一直也比较困顿 甚至曾经因为晚餐没有着落 而在街头演奏小提琴 他的画中这种平淡 有些孩子气的风格 在当时也常常受到评论家的侵蚀 即使这样 他想往心灵上的自由 笃定地要成为艺术家 并将这份自信从容地融入了他的画作之中 下一集我们去看一个 在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举行的展览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就像这样子一样的一样的东西 在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举行的 相当之一样的 你在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举行的